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国内冬季最火爆的城市,当然是温暖的三亚了。 三亚这个美丽的地方,不仅吸引了很多国内的游客,国外的游客也都慕名而来,它会与海南岛最南端,与南海隔海相望。 提到这里,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软软的沙滩,蔚蓝的大海和美丽的岛屿,谁不想在这儿来一次慵懒的日光浴呢? 据了解,三亚是国内最适合过冬的城市,这里是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,年平均气温为25度左右,十分暖和,适合过冬。 所以吸引了很多东北的游客,有很多任性的朋友甚至直接在这里定居了,在这儿会听到很多自证腔圆的东北话,毕竟有20万的东北人在这里生活。 这里有很多旅游景点,最出名的莫过于凤凰岭了,它在众多的高楼中鹤里畸群,位置突出,站在这里可以将三亚的美景尽收眼底,望着眼下那璀璨的霓虹,静谧的海湾,都是一种美的享受。 这里还有一处十分浪漫的景点,天涯海角,光听名字就已经很浪漫了,前面是海,后面是山,沙滩上还有一堆高达十米的石头,它们相依相微,上面分别刻有, 天涯海角字样,吸引了很多情侣到此一游,但是这里唯一的不足就是花费太高,旅游消费位居全国第一,即使这样,竟然也丝毫没有使它的地位动摇。 三亚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,当我们去挖掘,很多美景等待我们去欣赏,小伙伴们想跟谁来这个温暖的地方旅行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!